今晚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天都還沒亮呢 長長的人籠排的 就是超人氣牛肉湯 讓觀光客措手不及啊 但有業者很貼心 現在想吃 不用趕一大早 24小時跟早上 以前可能都是在 彈彈在地人 在吃牛肉湯比較多 然後現在把它時間拉長 有的觀光客湯其實來晚 可能早上可以吃到牛肉湯 晚上也是可以的 隨時隨地都可以吃得到 他們的牛肉湯 你這小時候 你會吃幾個東西都吃得到 你會吃啊 以前我會看沒有牛肉湯 只要吃好便宜 台南傳統的牛肉湯 原本只賣凌晨4點多 到9點左右早餐時段 但現在有業者接力 賣午晚餐 甚至24小時不關店 一整天都吃得到 隨時想吃就吃 而且意外的是 晚上的客人比早上還要多 晚上的生意會比較好 因為晚上的消費群的話 它消費能力感覺是比較強的 差不多將心 差不多100萬左右 但是我們這開銷比較大 沒聽錯小小20瓶店面 牛肉爐 牛肉湯 竟然有百萬營業額 用招牌牛肉湯搶客 商機不容小趣 早上的牛肉湯 專攻當地客人 其他年輕店家接力 專收觀光客人潮 讓專屬台南的美味 更加火紅 記者賴關章 台南報導 施行 商機不容忌 變成 軍